鄧老師 這首歌一開始是 比較口白式的唱法 這一點就很難唱了 然後到後面 它的跨度又非常大 所以這個歌難度是相當高的 那一開始就是那個 講話的語氣跟樂隊配合的 其實還不錯 可是呢 進了歌以後 其實有一點表現得不是太好 我覺得 就是說 第一個在音準上面 這個因為它的跨度 其實要翻幾個音的那個地方 它的音準是很重要的 那個地方音準 如果沒有掌握好的話 就是整個情緒會受到破壞 然後因為它這一首歌 它的情緒要求是比較瘋狂式的 那你在這個情緒的層次 如果沒有處理到很好的話 如果沒有愛你的字 它的整個效果會出貨 現在你大概只做到了六分 在你自己的實力裡面 我覺得只做到了六分 我覺得這是比較可惜的 還要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荒山亮老師請 前面進來真的很棒 然後後面你其實有一點懷疑 對不對 因為你在等老師的情 然後確定這個音準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跑掉了 所以你 其實你要相信自己是對的 然後你就是要相信音樂 相信直覺唱下去 這一路就會很棒 後面你一產生懷疑 你就會開始 又稍微縮了一下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但是 其實整體來講 我還是覺得是一首好歌 然後你唱得也還不錯 就是 小小的那個不確定感 露出 露出一點點音準上面的瑕疵 現在這張黃牌 今天到底會給哪一位呢 林娜這首歌 自由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唱歌總是讓人很有畫面 精神的表現 分數來到86 8788 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可以到幾分 得到的分數是90.8分 所以黃勝霖90.6 要畫上一張黃牌 是 黃的貼黃的根本看不到 但還是在 對 希望老師給你們的建議 你們能有所吸收 是 謝謝三位 稍微休息一下 謝謝